大家好 人生有三把钥匙 接受 改变 离开 不能接受那就改变 不能改变那就离开 乐观的人只顾着笑而忘了愿 悲观的人只顾着愿而忘了笑 真正的美丽不是青春的容颜 而是绽放的心灵 别问别人为什么 多问自己凭什么 距离之所以可怕 因为根本不知道 对方是把你想念 还是把你忘记 有的人对你好 是因为你对他好 有的人对你好 是因为懂得你的好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 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 而是理解 默契 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怎样的心情 人贵无品 第一品 认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 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 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 认错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 反而显得你有度量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 是一个大修行 第二品 柔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 舌头是软的 到了人生的最后 牙齿都掉光了 舌头却不会掉 所以要柔软 人生才能长久 硬反而吃亏 第三品 乐忍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 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 万事都能消除 有了快乐的人 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 善恶 是非 甚至接受它 第四品 沟通 缺乏沟通 就会产生是非 争执与误会 因为了解而理解 第五品 放下 人生像一只皮箱 需要用的时候提起 不用的时候把它放下 应放下的时候 却不放下 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 无法自在 好 刚才说的是 人生有三把钥匙 接受 改变 离开 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